鄭崇泰, 接著是尹兆堅副主席 多謝主席 首先這一份長遠房屋產業策略的年度報告 我相信定下那十年的四十多晚目標 永遠都不能夠達成的 看政府這幾年的情況 所以長遠的事情就不太問 結論也是一樣 人口是瘋狂地沒有上限增加的時候 尤其是工業房屋 必然會出現這麼嚴重的短缺情況 但是在這份報告裏面似乎 局方是有些做法 我覺得是 感覺上是希望可以解決到一些所謂短期的房屋問題 但其實就沒有什麼很深刻和深切地考慮 當中一些負面的影響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 我想問一下關於那個庫護政策 現在說了單軌制 在去年十月開始實施 到現在已經是 還未開始實施 大概是沒有實施的時間 或者是 接下來的時間的安排 是不是一次過在建議上一次過落實 那個庫護政策的單軌制 的問題 郭政 我安排發言也說了在今年十月份 今年十月份 來近一年的十月份 這裏尤其是 就著這件事我想更加細緻去問一下 就著現在來近十月 國豐有沒有評估過 譬如當中有幾多的長者 是現在的 即是說 可能剩下的棺材本 即是超額的長者 他可能會面對著一個情況 就是要拆散他的家庭 然後被迫去的那個 即是同姓的 即是同姓的兒子 是要除名 然後踢走的 有沒有相關的一些的 即是估算 應該現在是目前手上 有一些的 即是最基本的統計 我相信 第二件事就是 有沒有評估過 就是現在其實是有幾多單身的 即是或者單人的住戶 他可能在現在調整之後 他可能會面對著那個 即是隨時失業 也可能隨時失去單位的情況 當中其實現在 即是在未來十月 去實施這個政策之前 那局方是就著這個單軌制 尤其是那兩類長者 以及的就是單身人士 他們可能是面臨著那個 退休的情況下 那可能拿到退休金 或者是拿到這個 比較大的強制金的時候 會不會現在局方已經有相對 即是叫詳盡少許的統計 去衡量回到未來十月 實施之後所帶來的影響呢 好 或者給王菁議員 主席 首先我想說 我們接下來十月 就是在十月的申報的時候 開始實施 那由申報到正式 要做完所有評估的程序 都有一段時間 那至於說我們有沒有評估到 譬如剛才我都提過了 如果是一個單身的 他是一個一人戶 單身 五十五歲或者以上 如果是六十歲 就根本不受這個政策 證豁眠了 如果是五十五歲的 單身的 我們會當他是一個 四人家庭的資產來計算的 那如果你看四人家庭的資產 一百倍之後 其實我們是說 是有二百六十七萬的資產的 那就是 超不超出了 其實我們很難估計 因為我們不知道 每一個人的情況是怎樣 那至於說 我們有沒有評估過 有幾多人 是為了規避這個政策 而子女就遷出去 空巢 那其實我也想提 就是說 如果他們今天要規避 可能他們今天都在做 但是我們不可以 猜有幾多人是會這樣做 因為我們不知道 每一個家庭 他會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其實他未必需要 要為了回避某些政策 而做這件事 他可能有機會 我們不知道 他可能是全家一起 或者覺得可以負擔得起 他搬來公屋 都不奇怪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沒有一個數據 去準確去評估 究竟有幾多人 會做這件事 所以要看了 新政策實施之後 要再看情況 我們才有一個 比較可靠一點的基礎 去評估這件事 所以今天我們沒有這件事 還有因為今天的 庫戶政策 是一個雙軌制 所以說 進行單軌制之後 那個情況會怎樣變 我們經常說 剛才有議員提到 是否有一萬個家庭影響 其實我們這方面 是沒有做過評估的 因為我們正正 我們很誠實地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沒有一個可靠的基礎 去評估有幾多人 因為實施了單軌制之後 而是要撤離公屋 不過當防委會 談這件事的時候 就會覺得 為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為了更加公平合理去用公屋 都覺得這件事是需要做 所以就有一個這樣的 主席 我其實不太同意 因為最基本的 就是現在雙軌制的情況下 基本的數據 其實兩邊都有些基本資料 可以是估計到 變成單軌制的情況 我覺得 各方在實施之前 又是應該 作出一個影響的考量 OK OK